根据泰晤士报消息,切尔西一位坎特开出了一份,周薪约29万磅的报价,并想与这位法国国角续约5年,若一切顺利,这将让他超过阿扎尔的22万英镑的周薪, 成为队内最高新球员,坎特的努力得到了球迷和俱乐部的认可,无论是法国国家队还是切尔西,只要坎特在场,总感觉是多一个人,进攻,防守,无处不在,尤其是面对对手的核心人物贴身逼防,让人不禁感叹,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坎,只有过不过的坎特,世界杯结束后,大巴黎和巴萨都对坎特展开过疯狂的追求, 而姆巴佩还心自当起了说客,但是切尔西拒绝了所有的报价,而坎特本人也没有离对的要求,坎特是上个赛季切尔西的最佳演员,他是典型的具费型球员,疯狂的跑动可以给后防足够的保护, 坎特是叙马克莱莱和哀心后的第三代切尔西超级受邀,其实切尔西曾经想用30万英镑去约阿扎尔,但遭到拒绝,在切尔西没有人比坎特更加的忠诚和稳定,而29万英镑的周心,还是比较划算的, 当年签下坎特切尔西仅仅用了2000多万欧元,如果现在出售坎特起码能能卖到一个亿左右,在球队中,阿扎尔只是招牌,坎特才是正在的大腿,他的作用有着无可替代性,结合桑切斯的50万周心,坎特兼职,物超所值,最近两年可是说是坎特年,他是欧洲最炙手可热的球员, 2、2017年4月24日,坎特当选PFA赛季最佳球员,2017年5月21日,坎特当选英朝官方评出的赛季最佳球员,2016年6月到7月,坎特随法国国家队征战欧洲杯,并帮助球队多得欧洲杯亚军,2017年12月26日,坎特当选2017年法国足球先生,要知道被他甩在身后的 恰恰是母八配,而在刚刚结束的世界杯,他又完成了人生中的至高荣誉,坎特绝对是当今世界足坛的一个传奇,1998年法国队首次夺得世界杯冠军时,只有7岁的坎特还在巴黎街头捡垃圾, 而6年前的他还在踢第9级别联赛,从默默无闻到大红大紫,坎特只用了不到两个赛季,在接受太阳报专访时,坎特这么说过这样一句话, 我踢球的初衷只是想填饱肚子,我不想让我的家人为我感到难堪,这也是我踢球的最大动力,至于最后结果,只要努力了应该不会太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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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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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